轰隆 最终两股可怕至极的力量 可是说是同归于尽 形成了远超一切力量的冲击海啸 直接朝着结界的边缘处 黄涌而去 在这股海啸 撞击在那结界边缘的界壁上时 直接让那结界 发生了剧烈的颤抖 然后又接二连三的海啸拨拍 打齐上 终于这道结界的界壁 开始逐渐的出现 蜘蛛网般的裂纹 伴随着咔嚓一声 彻底的宛如镜子碎裂一般 爆裂开来 随着结界逐渐崩塌 一股更为猛烈的能量风暴 开始肆虐 周围的空间仿佛都在颤抖 萧炎的身影 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 显得愈发孤寂 而坚定萧炎稳住身影后 双手伸展开 而后 他那深邃的眼眸中 再次凝聚射出一道苍穹般的光芒 仿佛有一方苍穹 在其眸中流转 神魂破天际 凝 一身魂厚且充满力量的响起 在这一刻 刚刚已经被击溃的力量 再次疯狂凝聚 无形的力量 如狂男海啸 以萧炎为中心 向四面八方 疯狂扩散着力量的速度之快 只能用瞬息万里来形容 他将空间扭曲 时间被凝固 周围的一切 都在这股磅礴 苍穹神魂力量面前 变得模糊不清随着 萧炎的这股磅礴 气势爆发 战场上的气氛 更是达到了顶点 本就会神魂力量攻击 有所忌惮的三道影子 面对这股 再次被凝聚而起的 强大苍穹神魂力量时 不禁露出了 无比震惊的神色 神魂破天际 便是一方苍穹 在这苍穹之下 任何神魂都难以逃脱 被毁灭的命运 萧炎的语气 变得格外的犀利 苍穹毁灭 萧炎一声令下 拳头一握 这一方苍穹世界 竟是开始从边缘处 毁灭而来 直至三道影子的正前方 后者也没有料到 萧炎还有这样的恐怖手段 只能运转起亡灵的力量 形成一道 保护自己的防御罩轰 很快 一道苍穹毁灭的攻势 直接冲击在了 他们三道影子的 亡灵防御罩之上 结界之中 在这一刻静止 所有的声音 都被这股恐怖的 苍穹毁灭力量所吞噬 而劲儿呢 亡灵扼煞掌 与纵横角的 横贯八方之间的对拼 又是接连不断的巨响 形成的冲击波 持续的冲击波 在戒闭之上 那激烈程度 直接让在场的 那些神奇强者 纷纷惊叹不已 乾坤岛 以及天罗电圣花殿的神骄 都是暗自砸舌 硝烟竟然难能够爆发出 以一人之力 真的做到了 抗衡对方的强大存在 当然 灵动和牧尘 与天龙大神军的战局 也已经陷入了白热化 在他们刚刚的交手中 天龙大神军 面对灵动和牧尘二人的进攻 依旧能够保持不败的局面 可想而知 天龙大神军 在九重天卫神巅峰之中 都是不弱于神罗电的神言虚荡然 天龙大神军 同样也有着可怕的宝物 加持己身 使得自己的力量和攻击力 都有大大的提升 所以 才在灵动牧尘 施展十大祖符 和七座原始法身的时候 都表现得游刃有余 这也是灵动牧尘 他们没有想到的时候 要不是他们如今实力大涨 恐怕还真的不敌天龙大神军 不愧是九余天神阁的大神军 以及副阁主的身份 实力不够 就用强大的宝物来凑 这便是神奇联盟的庞大底蕴 所在 五栋大乾坤 超级太出案 灵动将十道祖符 投入自己的双掌之间 让他们不断的交汇融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片神秘又深邃的星空世界 其中诸多力量 在不断的释放而出 威力巨大 牧尘则是用七座原始法身 凝聚成的一道更大的龙木之珠 散发着一股极为精纯的原始波动 威力之强 难以想象随后 这两道强大的攻击 直接对着天龙大神军洞窜而去 所过之处 空间早已经形成了扭曲姿态 没想到你们两位蝼蚁 如今竟然实力提升到如此的程度 不过 在本大神军面前 你们二位很快就会再次成为 比之前更加惨烈的御魂 让你们涌不出天狱 请引龙灭兆 面对着灵动牧尘二人的恐怖力量 天龙嘴上这般说 但也不敢轻视对方 直接全力出手 恐怖的神渊之气 在他的体内爆发 同时在这股力量中 还有另外一种力量 应该就是源自于他 所施展的神秘宝物力量 在虚空中 一致巨大的金色巨手已经形成 而且十分的实质 跟真的龙嘴 没有任何的区别 况且 没有没有任何的阳光照射下 这道巨大金色巨嘴 竟然倒映出一道爪影 将灵动牧尘二人笼罩其中 在被这道爪影笼罩下 一股能够让人从心底里 感到危险的气息 升堂而起 但是灵动和牧尘 也是准备与天龙大 神军死拼到底 这一招也是天龙大神军 最近实力也增幅一些后 所席得的最强招式 比以往任何一招 都要强大一些 只要不是半道神 这一招之下 任何天卫神都得重伤陨落 这就是他的自信与底气 恐怖的爆破声 在空中形成巨大的风暴 开始肆虐 电闪雷鸣 天地颠倒 乾坤未定 谁也不知道 他们双方究竟是那哪一方 胜利与此同时 硝烟与三道影子的对碰 也是达到了极致的白热化阶段 双方的力量 还在虚空中不断的响彻时 散发出耀眼无比的可怕力量 这力量 便是毁天灭地结界的戒壁之上 已经开始不断的裂开 犹如被无形的锯锤击打 裂缝迅速蔓延强烈的震动 让在场的每一位神奇强者 面色煞白 他们能感受到 这片天地都在站立 这样的力量 就算是九重天卫神巅峰的 罗锋和圣鸟 都开始震撼地沉没了他 不仅有趣的神魂神技 还有可以抗衡对方 那亡灵力量的神技 这简直可怕到了 极其难以想象的程度 此人的实力 究竟强到什么样的地步了 他们甚至不敢想象 这还是一位八重天卫神 能够做得出来的事情吗 乾坤岛的神奇强者们 都是带着目不转睛 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地 观望着这一场战斗 八重天卫神的修为 抗衡三位半岛神的强者 这还是他们首次所见 也早已经被硝烟的爆发力所折服 这一刻 什么九重 天位神巅峰 什么神教 在萧嫣的面前 也不过二轰隆 突然 一声巨响 三道影子的亡灵防御罩 竟然被苍穹神魂击破 光芒闪烁 恐怖的神魂力量 所产生的冲击之下 犹如一只巨兽在吞噬 化作碎石和尘埃 这些碎石 如雨点般四散飞溅 有的甚至射向了围观的强者们 激起一阵阵惊呼 此子所施展的神魂神技 有些不同寻常 仿佛可以压制 为什么的亡灵力量一般 他究竟是什么人 三道影子 发出无比低沉的语气 他们的眼中 充满了不可置信之色 他们曾在战场上 能够让无数天位神 都心惊丹战的亡灵大人 却从未见过 有这样的一股神魂力量 能够与自己的亡灵力量 所抗衡此时 三道影子的防御被打破后 站在原地 其面容在一丝 微弱的光芒的映照下 显得格外深邃 望着硝烟的苍穹神魂力量 竟能与他们三人的攻势 做到这般抗衡程度 当然 在硝烟的苍穹神魂 击破了防御罩之后 并没有多余的神魂 可以冲入他们的神石海中 可以说 硝烟的神魂破天极的威力 也让三道影子 认识到了可怕之处 也就在这时 整个结界的戒毙 在纵横爵横贯八方 和亡灵扼煞掌的冲击之下 最后终于伴随着咔嚓一声 彻底的碎裂开去 化为无数金光点点落下 直至消失不见结结破碎的那一刻 天地间仿佛失去了色彩 仅剩残垣断臂 在风中凄厉紧接着 灵动牧尘的战场 也进入了尾声 恐怖的爆破声响起席卷 在那道巨肘 被武动大乾坤和超级太厨丸 彼此抵消之后 那原本笼罩灵动牧尘的爪影 竟然拿散发出恐怖的气息 直击他们而来 后者们也是面色一沉 这爪影竟然还能有这样的强大攻击 不过那距离太过相近 就算反应过来了 也无法施展强大的力量防御 只能眼睁睁地看到着影 朝着自己身上抓去轰轰 在灵动牧尘的眼神骇然之下 正中他们的身躯上 恐怖的力量 也是在这一刻彻底的爆发 所有人也是见到了如此惨烈的战斗 不知被正面击中后 灵动牧尘是否还能够活下来 就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 灵动牧尘那里 竟然有冲击波席卷出来 可以感受到 其中似乎有一座玄妙之力 正在爆发 难道他们抵挡住了攻击 众神奇强者 面露震惊之色 换作是他们恐怕 早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这道恐怖的冲击波 席卷将双方的身影 全部笼罩其中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里面有着三道力量 正在对拼 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里的能量冲击 波才逐渐地散去 其中一道身影 便是天龙 刚刚还自信满满了他 此刻神情愈发的凝重 身躯上的豪华长袍 已是蓝绿 他的身躯上 布满了斑驳的伤痕 每一次呼吸 都带着沉重的痛楚灵动 和牧尘 同样身披血战后的痕迹 他们的双眼之中 流转着无尽的玄妙之光 特别是牧尘的眉心处 法心之眼的光芒 激烈地闪烁 一道万丈法身虚影 在成功抵挡住攻击后 消失不见战斗的激烈 让这片空间都显得扭曲 双方的力量 如同潮水般汹涌澎湃 却始终无法压倒对方 而且在最后 还被天龙的爪影 攻击了 要不是在最后的那一刻 灵动与牧尘 准备拼死一搏 牧尘也是 将自己刚刚夺取过来的 大道精神 利用法心之眼 强行催动其力量 恐怕还真的 他与灵动都要陨落于此了 抵挡住了我的金影龙灭爪 这怎么可能 天龙的眼中 闪过一丝震惊 自己的这一招 还是在天卫神领域中 无敌的存在 灵动和牧尘的战斗力 也就九重天卫神而已 怎么可能抵挡住 他的这道技能 不过回想起 刚刚对方在最后的 关键时刻施展的力量 似乎有一丝道法之意 还有那万丈法身的虚影 难道 大道精神 天龙大神军 连忙做出了分析 因为只有大道精神 才有着道法之力 不过 对方怎么可能 在还没有修炼大道精神下 就可以施展大道精神的力量 这一点 让天龙自己有些想不通 但他也没有时间 再多想 现在他已经知道 再这样战斗下去 不是对方死 就是自己 王他倒是面对 灵动牧尘二人如今的力量 感到彻底的震惊 没想到才这些年的时间里 竟然强到了这般地步 曾经他们还是在他手中 任其随意碾压的蝼蚁 现在 已经强大到了这种 与他战成平手的阶段 甚至 已经对自己产生了威胁 如果今日不将其铲除 那么后果当真是后患无穷啊 今日之战 本大神军留你们不得 在这片混乱的激战之中 一道耀眼的光芒 在天龙的手中亮起 光芒中无数复杂的符文交织着 那是天龙大神军 准备要击杀灵动和牧尘的最后一击 他紧紧握住这道 诡异的黑色光芒 就如同握住了能够击杀灵动 和牧尘的机会 天龙大神军深吸一口气 准备迎接他们之间 最后的一次对决 因为这一道诡异黑芒 是他终极底牌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不会轻易施展他的身影 在黑芒光辉中拉长 那破败的衣袍 在风中烈烈作响 他不再言语 只让手中的那股 从那诡异黑色的光芒中 彻底的弥漫开来后 所有的神奇强者们 都不由自主地感到了一种 深不见底的恐惧这种气息 宛如魔的低语 虽然无声却充斥着 这里的每一寸空间 他要告诉这里 所有的神奇强者 这场战斗 即将在诡异黑芒释放下 而结束 随着这道诡异黑芒 愈发的磅礴后 众神奇强者们 以及灵动和牧尘 都对其都感受到了无力感 一种明知结局 却无法改变的悲哀